面对美猪开放镜头 不仅民众忧心、饮食安全 养猪业者和餐饮业者也都严正一旦 花莲肉品运销合作社 多年来就推广了往事健康猪 无用药的猪肉品质 获得农委会推荐可以外销日本 而为了让国人也能够品尝到最优质健康的猪肉 肉品运销合作社推出一系列 国产品牌猪肉还有加工品 要让消费者安心的吃 86年口提议发生之前 花莲肉品运销合作社 就成立了国产品牌猪肉 尤其是花莲网市健康书 还有联针屯等全程无用药的猪肉品质 受到国际间瞩目 而现在面临美猪要开放进口 养猪业者表示 危机就是转机 花莲优质的健康猪肉 一定可以战胜美猪 赢得消费者信心 虽然萊克多巴胺可以降低它的饲养成本 提高它的成长效率 那么台湾的养猪肉更要坚持 已经知道萊克多巴胺 因为很多的医界已经证明 萊克多巴胺对于我们人体 未来的隐忧是非常大的 是非常大的 所以台湾的养猪物应该要注重在怎么样 比方说品种的改良 管理的议程力 然后株酯饲养的品质能够让它变高 目前的这些养猪物其实它是前景 以我个人来看是非常非常的看好 而且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对于这个 租场的管理 这个用药的这个管控要做得越好 这个对于我们市场未来的竞争力 反而会更好 面对美猪开放进口 不少参与业者也表示 会坚持采用国产猪肉 那个怎么可以用 要损害我们的人民的健康呢 那明明知道是有损健康的 我们怎么可以去做呢 那如果不使用的话 那未来买猪肉要怎么样去 我们有我们配合当地的 那固定的一家 都是温体猪 固定的产道呢 对渠道 会不会担心未来买猪进来之后 反而本土猪肉长价 会担心啦 想说这是必然的吧 因为大家都会说 哎呀我也拒绝用买猪 他也拒绝用买猪呢 那我们我们本地的问题猪呢 是不是就说量不够了呢 或者说要要涨价了呢 一定的就算是涨价 大概也是还是使用我们台湾的猪了 贡文区表示 除了生产猪肉之外 还有香肠 贡丸及水饺等猪肉加工品 肉品预销合作社 愿意协助返乡创业青年 甚至于是可以串联组成花莲 农产品牌联盟 还有台湾猪肉